今天真的是非常开心的一天 好漂亮的夜景 这个真的是我头一次 我头一次来到这一个 Bangunan Sultan Abdu Samad 旧时的这一个国家 这一个法院 国家的法庭 OK 好来 现在我们就先讲解一下 这一个回教的这一个创始人 回教创始人 Nabi Muhammad OK 我们来看 其实Nabi Muhammad呢 他童年的生活呢 是比较就可怜一些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呢 他的爸爸呢 他的爸爸呢 就已经是去世了 他爸为什么去世呢 就是去这一个经商呢 然后呢 就在这一个队伍当中呢 就去世了 把我稍等 然后接下来呢 他的妈妈呢 呃就跟着 也是在Nabi呢 6岁的时候呢 也是去世了 当Nabi的妈妈去世了之后呢 他就变成所谓的孤儿了 OK 然后呢 他就他妈妈呢 就把Nabi呢 交给 他的这一个公公呢 就扶养 就交给他公公扶养 OK 交给公公扶养之后 他公公呢 也因为年老而去世了 年老去世了之后呢 他公公就交给他的一个爸爸 Saudara 就照顾他 爸爸Saudara呢 叫做Abdu Talib的 就照顾他 所以Abdu Talib呢 照顾他的同时呢 也让他呢 就有这一个经商的经验 为什么呢 因为时常跟着他的这一个爸爸Saudara 去呃 去别的这一个地方呢 就呃 经商 OK 然后接下来呢 在他 诶 Demon 过来这里 OK 就在Nabi 在Nabi 十多岁左右的时候 诶 是十多岁吗 就在Nabi 呃 小的时候呢 他曾经当过这个木头 他就放羊的 OK 然后接下来 有一次呢 他经商的时候呢 去到一个地方 刚好呢 就遇到一个 我们讲的 Bendetta Rasrani 就是 呃 基督教的一个教室 然后呢 他就预言 这个Nabi Muhammad呢 以后呢 就会成为 一个 一个非常棒的 这一个 这一个 先知 所以呢 他就 呃 劝这一个 呃 当时候的 这一个 Abdu Talib呢 要把他赶快 带回去Makkar 不然的话呢 他maybe会给 这个Yahudi人呢 所杀害了 OK 好 我们在 等一下再继续 OK 刚才呢 我们就讲到 Nabi Muhammad的 童年嘛 对不对 所以现在 我们就要继续 讲述 Nabi Muhammad呢 他在什么时候呢 就被 这一个 真主阿拉呢 就召唤成为 他的使者的 其实Nabi Muhammad呢 他是在 40岁的时候啊 就被 这一个 真主阿拉呢 就召唤成为 他的这个使者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候呢 Nabi Muhammad 他其实是一个 很虔诚的人 他呢 就时常有去到 一个山东 叫做 Gua Hira的 然后就在那边 祈祷 然后在那边 敬拜神 然后呢 这样他持续的一个动作 就做了大概半年之后呢 他就得到 真主阿拉的 这一个 启示 真主阿拉呢 就透过 一个叫做 我们讲的 Wayu Islam Wayu Islam 可以解释成 就是神的 这一个 指示 带门手给我 就是指一个 神的指示 他呢 就是在通过 一个叫做 Wayu Islam Sura Al-Alaq 的这一个 的指示呢 就告诉 Nabi Muhammad 戴门手给我 不可以乱走 他就告诉 Nabi Muhammad 一定要 就叫当时候的 orang Arab 要读书 所以第一个 就是告诉 这个阿拉伯人 一定要 这个读书 这个门板车 因为 只有透过 这个读书呢 才能够让 当时候 orang Arab 就离开 这个Zaman Jahiliya Zaman Jahiliya 是阿拉伯 当时候呢 就是一个黑暗的年代 然后呢 这是第一个 启示 第二个启示 是什么呢 让我们来这里看 第二个启示呢 就是 这一个 真主阿拉呢 就透过 第二道的 这个Wayu Islam 那个呢 叫做 Sura Al-Mudassil Sura Al-Mudassil OK 就告诉 这个Nabi Muhammad 要干嘛呢 他告诉 Nabi Muhammad 就把他 委任成为 这一个 委任成为 诶 你们不要爬 就委任成为 是这一个 Nabi Muhammad 然后呢 就要把这个 回教呢 传给 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所以 那个呢 透过 第二个 的 这个Wayu Duranwayu 第二次的时候呢 就宣布 Nabi Muhammad 就是这一个 阿拉的使者 然后就把 回教 传给 世界上的 每一个人 OK 好 我们继续前进 这个 现在我们过着 的 这一个 桥 大门 就是这里 大门 这个是叫做 River of Life 生命之河 我们讲的 Kolambiru OK 来来来 这里 上次我们有走过 上次我们没有走过这里 上次我们没有走过这里 我们只是 在边上 对啊 上次我们在另外一边 哦 这个Occbici 还有就是 CMB OK 刚才呢 我们就讲到什么呢 我们就讲到 一个Nabi Muhammad 对不对 OK 现在我们就讲 Nabi Muhammad呢 他是怎么样 把回教传出去的呢 其实他把回教传出去的 一个过程 分成了两个部分的 一开始的时候 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进行了三年 怎么讲进行三年呢 三年就是Sachara Russia 大家们在这里 过来 Sachara Russia 就秘密进行三年 为什么这样子呢 因为当时候啊 这个回教呢 就在当时候的社会 引起了很大的反弹 尤其是Kam Kourasi人 Kam Kourasi呢 其实是Nabi Muhammad 那个族群的人来的 他们就非常非常反对 这个Nabi Muhammad 就传播这个回教 所以他们就非常非常讨厌他 所以呢 那一次呢 他们就做了 一个三年 秘密进行这个宣教 After三年之后 Nabi呢 他就再得到 这个阿拉的 一个指示之下呢 他就做这个 特布克的方式 公开的方式 公开的方式呢 就宣教 这个宣教手法呢 就做了十年 OK 所以这个 就是Nabi Muhammad呢 他们呢 当时候传教的方式了 这里好暗哦 看不到了 来我们再看看这里 我们再继续前进 我们再继续前进 谢谢大家